我反手对对对对对对对方给我的这个正手位 躲或者是退 来球以后这板球还是放在你的右前方击球 在这个点大家看一下啊 来球以后还是在你的右前方击球 你看这个点是不是右前方 就是你转动过来这个球 你的挥拍速度得快 你不要等 什么什么叫等呢 比如说哈 这就是等 他等停了一下 对不要停 转过来之后 只要是你的正手位判断预判正确以后 快速收臂往前迎了 指向性非常明确 你看 这就是什么 主动性 主动性 就是来球以后变到你的正手位 这个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 无论我是打也好 我是拉也好 这个速度一定要给他提起来 如果你这个收臂慢了 你总是到这停一下 等一下 球他肯定顶你 我给大家模仿一下啊 你看 是不是 你到这儿不能有一点犹豫 马上挥拍回过去 来了就到这儿就走 就进攻了 进攻 就到正手位 不要有像下温球一样 或者是我们正常打球防守一样 我有停顿 而我到正手位快速收臂 包着球 迎着球摩擦 迎着球撞击 你感觉这个球 我是主动去找的合力 而我不是被动在这挥拍 我们再来球以后 看我啊 一二到正手位了 别犹豫 还有什么 中心下来 脚打开 是不是 我踩住以后 快速手臂 这一下 一二 你反应速度快一点 你让这个动作 紧凑一点 别 好像这个动作 撑得多长 多慢一样 像慢动作 因为它是摆速 啥叫摆速 邦邦邦邦邦 它的这个速度叫摆速 你不能打成了一个 下拳球动作了 慢 对吧 你看我下拳球我撑 我没关系 你上拳球这么撑 它顶住你了 顶住你 所以说你过来这一下 你启动你这个B的 挥拍速度得快 你看我重心下来 下来 下来 踩住 大家再看 下来 下来 重心下来 踩住 踩住点以后 这一下就 拉失误了 都得把这个动作 做得干脆利落了 对 坚决点 坚决点 对 对 无论是打 还是拉 我给大家打两个 刚才我是拉的 大家看打也是这样的 看我来球以后 看一 二 三 是不是动作也是非常小 收臂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快 对 别犹豫 别犹豫 对 主动 主动 迎着打 这一下 这一下大家得快 好不好 这一下 这一下别让他慢 你为啥被顶啊 一是你停顿了 二是你没预判好 三是我刚才讲的 你那个角度打开了 你人还在 你给他这儿的球 他肯定变你大角度 你给他这儿的球 他就变不出来了 你到这儿第一别停 第二你一边一个 你不要怎么样 你看 不要去甩大臂 甩大臂肯定是 肯定是慢的 看 控制你的臂 第二不要等 什么叫等 我来球以后 这边一个 不要去等 不要等 对 不要去动大臂 第三呢 他的发力点是 因为他是一个平击球 你的发力点 就是迎着球往前就行了 不用过多的往上走 不用这样 对 好好防 不用怎么样 让他 赢着球 这一下赢着球 送着球 无论是直线也好 直线也好 还是斜线也好 我的发力点是不是在这儿 对 是不是在右前方 对 对不对 很多人说角度大的怎么办 角度大的就跑 我刚才是跨步 什么叫跨步 单角动叫跨步 什么叫滑步 比如说角度大点的 还得给我一个 这球你看角度大了 对再给大点 你看 你就得动什么 动滑步了 就是两个脚一起进行移动了 我两个脚一起进行移动 这就是滑步 这个就是跨步 稍微小一点 你可以根据位置来定 像这种球不是很大角度的 就用跨步 大角度的球 就用滑步 正手打完还得回反手 反手在你身体前侧 击球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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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